哈囉我是盖一 開始介紹今天的主題前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體態 相較於兩個月前 13.1%的體脂 終於降到了現在的8.2% 兩個月下來降了4.9%的體脂肪 體重從77.6公斤 降到了72.5公斤 換算下來減掉了4.8公斤的脂肪 肌肉量竟然只掉了0.3公斤 以這個結果來說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的成功 大家不要覺得5%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大家就知道從30%的體脂肪減到25% 跟從10%減到5% 那是天狼之別 但你的體脂肪越低下降的速度就會越來越慢 在健人的領域中沒有最乾只有更乾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在這兩個月內的時間內呢 做了什麼不同遺忘的三件事 那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要先說 等等我會講到的這三件事情啊 它都是建立在 無論你是遵循哪一種飲食方式 哪一種訓練方式 那減肥瘦身的大方向呢 就是你一定要達到熱量赤字 那什麼是熱量赤字呢 再帶大家簡單的複習一下 熱量赤字就是你一天消耗的卡路里要超過攝取的卡路里 假設你一整天攝取了2000卡路里 那你就必須消耗2000卡路里以上 消耗的卡路里超過攝取的卡路里越多呢 就瘦得越快 那你可能就會想說 喔 那我就減半好了 我每天只吃消耗熱量的一半 我攝取1000卡路里 但是我消耗2000卡路里來達到極限減肥 但是要知道哦 越高的熱量赤字呢 伴隨而來的風險也就越高 疲惱恢復變差 運動表現變差 提不起精神 抵抗力下降 情緒失控 受不了飢餓 然後又再次暴以暴食 導致陷入無限減肥失敗的循環 所以通常呢 我們會建議你熱量赤字大約在300-500卡路里就好了 要知道哦 減肥成功的關鍵呢 不是你達到了多高的熱量赤字 而是你持續多長時間的熱量赤字 持之以恆呢 才是減肥成功的關鍵哦 那些成功減肥的人呢 他們並不單單只是努力的健身 努力的飲食控制 而是長時間的努力健身 努力飲食控制 才達到他們覺得理想他們覺得完美的體態 每個人的熱量需求呢 跟熱量赤字都不盡相同 這取決於呢 一系列的因素 像是 身高啊 體重 年齡性別 那基因 運動量 工作付出的勞力程度 激素 你的新陳代謝等等的 所以呢 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熱量赤字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通通記錄下來 什麼東西可以吃呢 什麼東西要戒掉 我們應該額外多補充什麼營養素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在熱量赤字這個大條件之下呢 我做了哪三件事情 來提升我減脂的效率 第一件事情 戒糖 戒糖真的是一個超級無敵重要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呢 它是可以左右你減肥的成敗哦 那大家要鳴記三句話 糖呢 讓你肥 糖呢 讓你老 糖 讓你醜 那認識我的人呢 都知道我根本上就是一個 糖分控 這也是為什麼我健身那麼久 體脂肪卻還是遲遲無法降到很低的原因 常年呢 大概就是維持在13%左右 那常常呢 都會被網友算說 啊 這肚子油油的啊 這就是因為 超級愛吃糖 那出去聚餐呢 只要有那種 冰淇淋櫃櫃大型的一種 我一定是餐前一大碗 餐後三大碗 每天早上呢 起床出門啊 那個拿鐵 是我的最愛 那每個餐後的含糖果汁呢 是我精神的來源 那睡前的冷凍葡萄呢 各種果汁牛奶 總是令我欲罷不能 總之呢 我從起床到睡前呢 都在不斷的攝取糖分 那戒糖對我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哪怕只是一口 就一小口就好了 我真的是很想要喝飲料 尤其是像那種 巧克力奶型那種 香醇濃郁的 極品 但是呢 忍住這些誘惑啊 成功戒糖後的結果呢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啊 我之後呢 會再做一支就是 講說我 30天戒糖後啊 我身體的一些變化的一點 另外呢 這邊要補充一點 飲食的選擇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000卡路里的高鮮 高蛋白 減碳 低脂飲食呢 跟2000卡路里的高油脂 高糖 高刺激性的食物呢 它帶給我們身體的 是截然不同的狀態 所以呢 就算有達到熱量赤字 你還是有可能因為 攝取了一些 容易形成體脂肪的食物 而讓自己 尤其是肚子這附近啊 胖了一圈 體中掉了 體脂肪卻沒怎麼掉 那 四肢消瘦 肚子卻還是 大顆啊 所以呢 要瘦的健康 飲食的選擇 至關重要 那這些呢 都是我在監治期呢 會吃的食物 大量的蔬菜 適量的碳水 充足的蛋白質 那肉品呢 我通常會選擇 大量高蛋白低脂的 雞胸肉 搭配少量的牛肉 像是這種水煮餐盒 那平常啊 我也會吃一些像 雞肉拔絲 跟小黃瓜切絲 然後再加一點蒜末的那種 雞胸肉拔絲 另外呢 在長時間的熱量赤字下呢 你會顯得比較容易疲勞 你的回復力變差 你的精神專注力會下降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更不可以去吃一些 容易讓你身體發炎的食物 像是 炸物啊 辛辣類 含糖的飲食等等的 這些呢 不但沒有辦法幫你降發炎反應 還會讓你身體產生各種發炎 那這段時間呢 我會再多攝取一些 額外的營養素 像是 那乳清蛋白呢 跟無糖豆漿就是幫助補充 身體所需的蛋白質 因為在減脂期啊 你熱量攝取不足的狀態下呢 蛋白質就要吃的相對的再多一些 通常呢 會是我 體重兩倍的克數 像是B群啊 奇異果呢 它就是補充我一天所需的 維生素B 維生素C 來讓我變得更有精神 更有活力 雖然說是芥糖 不過有很多食物啊 它裡面還是會含有少量天然的糖分 像是無糖豆漿啊 那每100公克裡面就會有大概0.6克的糖 像是奇異果一顆也會有將近6克的糖分 所以 說是芥糖 更準確來說呢 就是把我一天攝取的糖分 精準的控制在10公克以下 那10公克的糖是什麼概念呢 那大家所熟悉的可樂 它小小一罐330ml裡面就大概含有35克的糖分 像那種小瓶可樂啊 我喝兩口 那一天的糖分就超標了 所以在鹼子期的無糖豆漿跟乳清蛋白呢 真的可以說是我的小確形 它幫我解了我想要喝飲料的最慘 好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多喝水 任何工廠呢它在運作的時候啊 都是需要大量的水 像是成衣業、製成業、食品業等等的 那我們的人體呢就像是一個小型且精密的工廠 也是需要大量的水來幫你運作的 多喝水可以幫助你在鹼子期更有效率 消耗脂肪需要水的協助 增加肌肉需要水的協助 代謝體內的廢物呢更需要水的協助 多喝水呢除了可以幫助減肥 還能幫你消水腫、排毒 加速體內的循環 平日飲食口味重的人呢更應該多喝水 如果體內水分不足 脂肪的代謝就會降低 減脂的效率呢也會大大的下降 另外呢喝水可以幫助你降低食慾 幫助你在進餐後充滿飽足感 也會讓你的外觀變得更健康 那減脂的這段期間呢相較於我先前 每天攝取大概2500cc的水 我多喝了1500cc 那也因為喝了比較多的水呢 讓我的身體變得更加的輕鬆 讓我肩子的效率也變好 唯一的缺點呢可能就是你廁所要跑得比較勤 我知道有些人啊尤其是女生 他們會因為懶得上廁所 所以他們就不喝水 但這樣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健康 記得沒事就要多喝水 喝水除了可以讓你變得健康以外呢 也會讓你的皮膚變得更好 讓你變瘦 第三件事情也是讓我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每天30分鐘的有氧 在以往呢我可能每週會做2到3次的有氧 然後在減脂期呢我每天都會做30分鐘 甚至30分鐘以上的有氧 有氧呢不單單只是讓你能有效達成熱量赤字 同時有氧也可以幫助你提升心肺耐力 改善呼吸功能 鍛鍊肌肉燃燒脂肪消耗熱量 並且讓你的身體變得更加靈活 提升你疲勞恢復 讓你每天充滿活力 但有在做重訓有在練肌肥大的朋友們 也不用過度的擔心說有氧會讓你掉肌肉 只要你的蛋白質有補充充足呢 是不用過度擔心的 有氧呢反而能提升你的運動表現 讓你變得更加強壯 以我的例子來說啊 我每天做30分鐘 甚至30分鐘以上的有氧 我持續了兩個月下來呢 我的肌肉量也幾乎沒怎麼掉 每次進行有氧運動 會建議訓練時間高於20分鐘 每週3到5天以上 甚至每天都能安排固定的有氧時間 效果最好 在進行有氧訓練的時候啊 我們的心跳要達到最大心率的 70到85%左右 也就是大概 130到160下左右 持續至少20分鐘以上 才能大大的提升有氧訓練 減肥瘦身的效率 好的有氧訓練 需要包含全身的訓練動作 我的頻道呢 裡面有三支 高強度間歇有氧訓練影片 非常有效 動作呢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連結我會放在字頂的留言 大家就不妨跟著 這些有氧訓練影片一起動一下 我自己除了高強度間歇有氧之外呢 還會做登山進走 慢跑 跳繩等等的有氧訓練 靠有氧受傷的關鍵呢 在於選擇一個 你可以持續20到30分鐘的 有氧訓練項目 哪怕只是平地進走都好 能維持一定的時間 以及心率是最重要的 而且每次有氧完之後呢 你會大爆汗 然後你就會坐著休息 當你回復心率之後呢 喝杯水 然後洗個溫水澡 會讓你身體非常的放鬆 晚上也會變得比較好睡喔 總之這兩個月 我從體重77.6公斤 體脂肪43.1% 內臟脂肪9 降至72.5公斤 體脂肪8.2% 內臟脂肪7 減少了大約4.8公斤的脂肪 那透過以上的這三件事情呢 也成功的讓我消除了 我覺得最困難的 側腹脂肪 那以往呢 減脂啊 我通常都只是做到熱量赤字 我不太會去在意糖分的摄取 以及有氧訓練 所以儘管我每次的減脂周期 都有降到10%的體脂肪 但肚子的那個部分啊 尤其是側腹 總是給人感覺 油膩的些 在熱量赤字的前提下呢 借糖以及飲食的選擇 多喝水 每天30分鐘有氧 這些是幫助我順利減脂成功的關鍵 透過這幾件事情呢 大大的提升我減肥瘦身的效率 唯有良好的飲食跟訓練法則呢 才是減肥瘦身成功的捷徑喔 要我做到借糖呢 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那我做到了 那相信你們大家一定也可以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剪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下方留言 影片下方留言 呢? 按讚 感谢观看